嗨大家好我是Nik 由於我人生第一次碰到的 投資理財就是虛擬貨幣 被割過呢 但也不全然的是沒有賺到錢 通常我的投資部位呢 會拿一部分去玩高風險的合約 但絕大多數都還是會放在一些 比較懶人或者是低風險的投資上面 不外乎是台股的ETF 或者是虛擬貨幣的Anchor Protocol這種 或是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 EAR的APP 以及呢 這支影片會和你分享 如何透過他現在剛上線的推薦人 來小賺一波 首先EAR的APP是什麼呢 以傳統的金融來說 他給你一個優於傳統的年收益率 以DeFi的角度來說呢 他等於是把投資這件事情 直接懶人化 你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看到 他有幾種虛擬貨幣的投資選項 打開網頁 點開右上角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些不同的虛擬貨幣投資組合 他最高的年化報酬率 可以來到多少 接著點進去幣種 裡面可以看到他更詳細的年化報酬率 依據你透過直壓平台幣的方式呢 去解鎖不同層級的報酬率 所以啊 這樣他外面才會寫說最高是多少 然後剩下的呢 就看你質壓的數量 然後放進去的錢呢 每24小時會自動算一次收益給你 至於收益的部分呢 他也是很貼心的 自動幫你開啟這個 繼續負利的功能 所以呢 你可以把他放進去之後就很懶人了 他幫你賺到的錢 再會繼續幫你投資進去 然後再繼續滾利息給你 那麼你一定會想說 他是怎麼樣給你利息的呢 基本上他和大多數的金融機構很像 操作你存放的靜置的資產 然後找一群投資的經理人 來操作這個流動性獲得收益 最後呢 那則是跟你分享這段的報酬 雖然這個eo的app eo的app 念了很多次之後呢 我們會以為他是一個可以下載的app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app呢 是指application的意思 所以目前呢 他還只是一個網站 還沒有實際能夠在移動端上面下載的程式 手機端的部分呢 可能就還要在等他們開發 這樣子的應用程式主要是給懶人投資的 他基本上就是拿你的錢進去做defi 讓你可以享有比銀行定存更好的defi級的收益 那麼他的平台幣呢 叫做YLD 目前我們拍攝影片的今天呢 他一顆大概等同於0.2塊美金 我們可以初估的抓6塊台幣就好 現在推薦人活動呢 就是只要你註冊之後 把你的專屬連結發給你其他的朋友 當你的朋友被邀請 並且在平台上面 只要1000顆YLD以上 然後投入大於等於1000美元的資產 那麼推薦別人和被推薦人呢 這兩個人都可以在第31天獲得獎勵 官方的活動是說 這個獎勵是100YLD到1000YLD不等 所以我們也可以換算一下 他大概會給你600到6000台幣左右 而且這是雙方兩個人都會有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一開始你先投入大約6000台幣的YLD 以及大概等於3萬元台幣的USD 把它放置超過一個月之後 大概可以抽600到6000台幣的獎勵 那如果你推薦的人越多呢 基本上就是抽越多次 所以一開始你可以透過台灣的交易所 先把台幣入金 充值台幣入金之後呢 把它在交易所裡面換成USDT出來 這裡呢你就不要去問我說 我會推薦台灣的哪一間交易所 基本上我在哪一間工作我就會推薦哪一間 那麼必託呢 跟這次EU的APP一樣有一個推薦人功能 那推薦人功能是我最近帶團隊做的 大家可以試用一下 或是你直接在EU的APP上面 可以透過它上面直接信用卡 直接入金 不過呢這個我想匯率可能會稍微差一點 畢竟方便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把USDT轉到EU的APP這個平台之後呢 你可以把一部分的USDT直接轉成YLD 然後拿去直壓 接著另一部分大概1000元的這個USD呢 就可以躺著放著賺收益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看放一個月之後 可以拿到多少獎勵 再來有些朋友可能會問說 這個推薦人連結要去哪裡找 我們可以從他網站上的設定 我的被邀請人這裡 找到自己的專屬連結 這裡呢你應該看得到我的連結了吧 沒有朋友也沒關係呢 透過我的連結註冊 我們可以一起透過這次的推薦人活動 一起賺這個獎勵 這個連結呢我就把它放在資訊欄下面 然後呢各位觀眾不要再嫌我的眼鏡張了 我是這個結件 好不好 結件用了它很多年了 希望可以透過這次賺這個YLD的獎勵呢 可以讓我換一個新的眼鏡好不好 最後呢我們來探討風險 基本上以平台方來說 他們擁有越多的資金 就越有本錢的可以創造收益 這其實呢就跟一些傳統的投資經理人非常的像 你以為存在銀行的是錢 其實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數字 因為真正的錢會被銀行直接拿去投資 然後賺更多的錢 最後呢才會跟你分一些這些餅的稅渣給你 也就是你們常常看到 為什麼定存給的這些利率這麼的少 因為傳統的金融結構已經運行了很多年 那中間呢有太多人要過一手了 這個YLD的APP平台 其實它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他們是靠DeFi以及系統化的交易策略 來做相關的套利去創造收益 然後最後呢他就感謝你說 欸你資金放在這邊給我操作 所以我就跟你分享這些收益 那回過頭來說 我們看一下今天影片提到了 它新上線的推薦人系統 經過我們這個 欸粗略預算 要賺這個推薦人獎勵 你的本金大概要有 3萬6台幣才玩得動 所以我這邊建議呢 如果你手上有先錢再來玩 不要拿自己生活上會用到的錢來玩 這個平台我不能保證它完全的沒有風險 因為風險可能會發生在 我們完全沒想到的地方 不然怎麼叫風險對不對 以目前幾個情況呢 我們可以來評估 像是他網站所敘述 他目前代管的金額已經到了5億美金 我爬了一下前幾個月的新聞 他大概只有代管到4億左右 所以這是有一定成長的幅度 那你可以說他網站的這個數字 有可能造假嗎 對有可能 那我們可以去看一下比較透明一點 Web3.0關於區塊鏈的部分 我稍微的去看一下他們YLD合約地址 持有者的分布情況 可以看到EtherScan上面的 Holder也是有在持續增加的 轉入轉出的部分 確實也有一些不同交易所的蹤跡 那我們可能推斷說 有些人也許是為了要衝這些收益呢 去買他的平台幣 變成了Holder 然後呢可能有賺到錢 或者是之後不想玩了 把它轉回交易所 所以這樣子的資金流水呢 我認為也許是合理的 再加上多方考證 我去看了一下這個項目 他是有取得愛沙尼亞國家金融部門 頒發的執照以及和Arminiano LLP合作 進行儲備金證明的審計 這個儲備審計是由第三方 對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呢 進行獨立的審計 也就是說經過虛擬活幣核對的公開報告 能夠讓客戶去驗證 他們所使用的服務供應商 確實在資產負債表上面 持有足夠的資產來抵消客戶的負債 綜合評估下來 我認為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在的 但是啊 任何的投資你都一定要記住 只投資你懂的 不懂的呢 則不投資 來跟我念一次 只投資我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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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別人說什麼呢 嘿 就去投什麼 這個平台基本上 他這次推出的推薦人 就是讓利出來給用戶 讓用戶更開心的去推廣 以利他主義呢 為出發點去創造雙贏 總結來說 可以趁這次推薦人這一波呢 去賺他的平台幣YLD 但是如果你只是作為一般的使用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投資報酬率 來去決定你要投入的數量 以規則來說 是要質押更多的YLD 去解鎖更好的年化報酬率 所以我們可以趁這一次 這一波推薦人上限 不只去直壓解鎖高報酬這件事情 還可以去拼推薦獎勵 就算之後 我們不打算使用這個平台 想要把這裡的資產挪動走 YLD這個幣 在他的平台裡面 直接轉換成USDT出金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這樣子 互相轉換的情況下 也不需要收手續費 另外跟大家說 平台間互相的幣種轉換呢 都是免費的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啦 就這樣啦 我是Nick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那我們就 下次見啦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在地上滾的工程中 很期待 在地上滾的工程中 連結上滾的工程師 一會以上